4月28號在香港 又有一場13萬人的大遊行落幕 這次民眾上街反對港府修改逃犯條例 香港民眾擔心 一旦修訂逃犯條例草案獲得通過 今後只要中共當局不喜歡的人 都可能被送到中國大陸受審 參與遊行的民眾說 這次的遊行重現過去 反23條50萬人上街遊行的情景 有網友說 香港人民正在用自己的血汗和生命 揭露中共一國兩制的謊言 被外界嘲諷為送中條例的逃犯條例 有可能今年7月在香港立法會通過 香港人擔憂紛紛上街表達抗議 條例修訂的起因是去年初 港人陳同佳在臺灣殺害隨行女友後逃回香港 由於臺港沒有引渡安排 港府未能把嫌犯引渡到臺灣受審 於是香港政府以此案為由宣布修改逃犯條例 早在2003年 香港政府曾試圖為《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 引發50萬港人上街反對 根據第23條 港府應自行立法禁止叛國 分裂國家 煽動叛亂 顛覆中央等7種危害國安的行為 日前有消息傳出 北京當局準備積極介入 參與香港23條釋法 與此同時 備受爭議的逃犯條例修訂草案 也提交立法會審議 一旦通過 將允許香港把犯罪嫌疑人引渡至臺灣 澳門及中國等地受審 香港民眾擔心此例一開 將成為北京當局要求港府 嚴渡政治犯的藉口 積極抓捕對中共政權不滿的港人 或在香港的外國人 4月28號下午 香港民間人權陣線發起反送中遊行 號召港人上街反對政府修訂逃犯條例 主辦單位表示 至少有13萬人參與 遊行隊伍從銅鑼灣東角道出發 遊行到香港立法會 遊行民眾沿途高喊 撤回修訂點部條例 林鄭月娥下臺 李家超下臺 反送中 抗惡法 資深香港大律師梁家傑表示 很多港人是經過兩個多月的時間才發現 所謂的逃犯條例是名修戰道 暗渡陳倉 目的只是為了配合北京 更重要的一點就是 憑我的觀察 內地凡是一些政治攸關的案件 或者中共會覺得是威脅它的權利的案件 這一些刑事案件都是由行政當局先拿一個主意 如何去處理以後交給法院呢 也是因為香港政府將修訂逃犯條例 銅鑼灣書店前店長林榮基擔心未來 可能被引渡到中國受審 決定定居臺灣 林榮基於1994年創辦銅鑼灣書店 出售不少中國無法出版的政治禁書 2015年10月底 他遭中共當局指控非法經營書店 在中國被扣押近8個月 林榮基接受臺灣媒體採訪時表示 若條例通過 不僅是香港人 許多被通緝的外國人經過香港 都有可能隨意被安上罪名扣留 所以沒有一個人能置身事外 從28號的遊行隊伍中可以看到 不分老少 有全家人一起上街遊行的 也有推著嬰兒車 背著小孩 也有拄著拐杖的老人家 遊行隊伍一路走來 不少民眾高喊打倒共產黨 也有人高舉寫著 寧入地獄不求大陸的標語 民眾認為 共產黨是人類歷史上最邪惡政權 被共產黨統治比待在地獄更慘 有網友發推文支持香港這次遊行 網友希望香港的星星之火可以傳到大陸 網友說 什麼時候大陸人也會這麼上街遊行 高喊打倒共產黨